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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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世界上任何事物啊 其实都有相和体 相就是看到的东西 体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物质的东西 相是表面 体那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在我们心灵当中 每天通过眼耳鼻舌生意 在接触外界 使自己的心上产生了无数的分别型 执着型 这些如果你不能克制 不能与语正确的对待 你就着相了 所以人在世界上天天讲究的 得语诗啊 有语误啊 一会儿成啊 拜啊 一会儿好跟坏啊 善与恶呀 福与祸呀 吉与凶啊 大与小啊 黑与白呀 长和短啊 等等 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像 所以我们常说思想与感觉 很重要 有些人思想啊 想的很多 但是他感觉上呢 非常少 有的人呢 思想上想的少 但是他感觉非常舒服 我们学佛人 清空自己的思维 不被人间的贪嗔痴慢疑 所控制 我们心中就会特别的啊 舒畅 特别的啊 这个没有烦恼 所以去除一切烦恼 首先要去除自己的心相 心理的相 心理的相 所以呢 懂因果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些人 为什么等到事情出来了 才特别的痛苦 早点他不知道种下的种子 会结果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一个种子到产生果实的时候 那要经历的土壤啊 水分啊 阳光啊 空气啊 肥料啊 实际上 你一个因种下去的 比方说你一个善因种下去的 你不断的在种善因 它的善果很快就会来 一个人做点好事 好 有个善因了 但是你不停的在做善事 你的果就 善果很快就来 因为你有助缘了 其实因果 因和果 果和因 就是有人经常问台长说 台长 那么 这件事情实际上没有了 那么 是不是我做了这件事情 是不是种下了新的因呢 种下了新的因呢 其实 因果有相互转化的 这个功能 因会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一件事情的结果 会变成另外一件事情的弃因了 所以 因果这个事情啊 是循环不息的了 所以 很多人问台长说 因果 我这个本生命中没有的事情 但是 我跟他开始吵架了 是不是种新的因开始 但是 是不是因果报应呢 因为因果没有开始的 也没有结束的 你种新的因呢 实际上就是果报的开始 也就是一个果啊 因为你跟他吵架的时候 实际上是种的新因 但是 其实吵架已经是个果报了 所以 我们经常说 要得到助缘 一个人才能 自在 自在 所以学观世音菩萨的自在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经常 要跟观世音菩萨 要好好的 经常的 要忏悔 忏悔自己 所以呢 台长呢 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呢 能够学 学习 那么 有一位 我们的 这个 听众啊 听众就是来问 问台长 就是说 如何念诵 一些经文 有什么方法 和诀窍没有 实际上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就是 念经啊 其实就是 念经就是念气了 自己的气要顺 调整自己的气 心气合一的念 啊 其实 你嗓子在叫 是在上面念 你 从心里念出来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时候 你念经的时候 你用鼻子呼吸 而你的舌头和嘴巴 啊 在轻轻地动 其实无形当中 你的身体内部 也在动 也在呼吸 人的呼吸 全身毛孔都会在呼吸 所以 我们活着的人 并不是完全 靠着嘴巴呼吸 要靠着鼻子 所以当你安静的时候 你要靠鼻子呼吸 当你烦恼的时候 你大口大口的 呼着气 那是用嘴巴 所以我们有时候念经啊 嘴巴有意的 不要特别的 去呼吸 因为这样你会很累 你静下来 杂念没有了 或者很少的杂念 因为连呼吸都来不及 没有时间想了 你哪有时间去想 我怎么念经嘛 自然的念法 就是气满不思食 就气满了 这个人呢 我们说心里的气很满了 他就不思食 就不想吃饭了 那么我们念经也是的 你念的好的人 一口气一口气的 很自然的念下去 他是觉得 哎呀 他运用自己心中的 那种气场 在念经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就会产生个叫元气 因为你念下去 元的再出来 念下去 元的再出来 你不就叫元气吗 所以人家说元气是大伤 就是因为你 这个人呢 因为骂人啊 嘴巴气出去了 比你实际上 存在于心中的气 要多得多 所以你的元气就会伤 所以生命的本能呢 是聚集元气 所以念经的时候呢 要靠自己心中一个元 来聚集这个气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念经的时候 念得非常的元润 越念越好 尤其呢 念这个 这个我们的说 经常念的那个 经常念的准提神咒 就是这样 他要元润 你念的就特别的有意思 准提神咒一念的话 你的心啊 整个都会非常的元润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台长不能跟大家讲了太多了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啊 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看见 我看见了太多了 我看见了太多了 我看见了太多了